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席这个节目 晚上又和大家做节目 我们今天就会讲些什么呢 先不讲今天讲什么节目 明天就是大概中午时间 我希望时间比较准时 明天中午时间就会播出新桑海神州的第一集 我播一集讲什么题目 到时你会知道 在杰斯的频道会播出另一集 也都讲了另一个题目 各有半个钟时间左右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希望形成一个习惯每个星期五 大概我们香港或者台湾时间 中午时间 也就是说 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时间 就减回十几个钟 就看在哪个时区 或者在澳洲或英国的减回相应的时间 就去看回我的节目 大概是加拿大的礼拜四的夜晚 就是温哥华的礼拜四的夜晚 或者是多伦多时间 星期四的深夜十二点 大概是凌晨时间 第八五的凌晨时分 就看到我的节目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以及订阅YouTube 在温哥华都有我和杰斯 现场的分享会 和大家对谈 亦都希望分享我们的心思 闻票已经有售了 可以参考有关的我的Facebook的帖文 亦都讲关于港家联主办多伦多场 温之联主办温哥华场 希望他们的Facebook 也看到有关的连结 Eventbrite去举办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我以后也会多多宣传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多多参加 据说现在有几十人已经报名了 希望多多人可以帮助到入场 希望入场的话 我捐款支持在地的组织和台港会 也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到身边的人 这一点是重要的 尤其是有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我们到时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和大家见面 今时今日我们就 如何看这一宗 这一宗这样的香港的新闻 有几件重要的新闻和大家讲 还有今天呢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其中一个重要性就是 罗冠聪生日 是30岁 希望他生日快乐 7月12号 昨天就是戴耀廷59岁的生日 希望两位都生日快乐 一个在小监狱里面 一个就是 外面是过着一个 需要政治庇护的生活 也都是 希望大家都平安 这一点是重要的 没有一个人 想人家死的 反而港共的九官 想人家自诛死地 但我们信仰是不会削弱 因为我们很深信 我们的信仰是必胜 我们追求的真是美 是必胜 只是中间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们是道路是曲子的 前途是光明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奉之离真 好了 我们讲两宗 香港的新闻 再讲一件 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 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2019年11月 李大围城期间 示威者发起 认救李大的围毅救赵行动 今天大家知道 要救李大里面的人 于是在油麻地 佐敦一带 是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多人被捕 其中学民思潮的前发言人 王子月 而且当时我都邀请过上来的100节目 好几次 还有另外的14人被控暴动 王子月和另外的9人 就已经认罪 餘下的5人 5个被告 审讯之后裁定罪成 就在今天一起判议 王子月入育37个月 37个月 扣下的假期 我想是两年多的时间 他已经坐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是 还押中了 要拍正 拍正的待遇更加 很难探监 不是每天都有人可以探到监 而他所受到的待遇更难 亦都可能 他要做很多的劳动工作 去赚取他的工钱 去生活 尤其现在这么热 大家知道 监狱是没有冷气的 更加辛苦 我们希望送上祝福 能探监的 能写信的 能关注的 能够对他发声的 多些说 王子月是出名些的人 另外呢 13个人 14个人 不明显报导 13个人分别被判监 36至52个月 剩下一名案发时 16岁的被告被判入教导所 基本上全部都要被囚禁 令我们相当心疼 我希望祝福他们 我们希望关怀他们 也希望为他们发声 目的是拒绝遗忘 他们坐牢不是白坐的 他们坐牢是真的 因为唯有牺牲多壮子 他们感教香港换身天 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 为香港能够尽心尽力去做 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身体的风险 不惜身陷监狱 都继续为香港去奋斗 我觉得是相当难得 我由冲感激 也都觉得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真真正正的香港云 案发就是在2019年11月18日 15人被控制 尤玛地摩德鲁道 和夏美顿街之间的 尼登道一带参与暴动 其中王子月 雍子恩 王文山 周耀天 钟永祥 苏浩然 孙家豪 曾兆鵬 王康瑜 欣念然 全部认罪 另外 钟耀熙 罗泽森 吳仲彦 鄧建宽 和李子聪 不认罪 審讯后 暴动罪成 今天15人一起被判刑 我会心感到 为他们而感到 都会动容 希望大家多多关心他们 很不忍 我记得王子月 去过堂的时候 他知道他那天 他目的就是 享受了几天的自由空气之后 主动去认罪 而主动认罪之后 也知道他一定会被激压 激压也会被判监 判有罪 判刑 他仍然很勇敢面对 刑罚多少 他那时候 心灵手势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付出的 肯定就是 37个月的刑期 扣了假期 两年多 我想相信 他要坐 现在算起 大概两年监 那两年监 是不是很容易捱呢 一点都不容易 OK 年轻女 而且 面对这样的挫折 我想是相当难 王子月就是开名的 刚才那些 说的名字 大家都不懂的 他们都有名有姓 就是 刚刚说的那些名字 我不重复 无论他们认罪 与否认罪都好 他们都是真正的手组兄弟 希望大家 能写信 能关乎 多些关乎他们 多些将他们这个声音 说给人家 他们多么仗义 他们围藝勾照 如果不是 李大帮人在里面 被人围困 他都不会做出这些行动 他们的牺牲 是真的为香港而牺牲 我希望大家 多些去 支持他们 传递 正能量给他们 共产党的打压 不止是对付 王子月等15日 就算在海外 无论你看到 对于罗冠聪 对于很多人 都有挑逸 尤其在英国 对付的对象 不止罗冠聪 更可能 对付一些 和在英国国会大厦 举行记者会的香港人 英国每天 有个报道 流亡英国的 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劉祖迪 揽炒巴 劉祖迪 和蒙少达 就是职工盟的 重要人士 近日出席一场 在英国国会大厦内 举行的记者会 比较诉求 他们都被通缉 八名港人 之以 期间一名自称 是游客的男子 曾经尝试 混入记者会 幸好被阻挡 每日邮报的报道指出 香港自由委员会 的基金会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在上月星期三 7月5日 在英国国会大厦 举行记者会 由正在被港警 袁雄通緝的 揽炒巴 劉祖迪 和香港劳权監察 的蒙少达主 记者会在下议院 一间地点 相对隐密的 会议室进行 只是受邀的 国会议员 记者 和维权人士 可以参加 是保密度假 只限受邀人士 期间 一名自称是 游客的男子 当日来到 会议室的门口 试图进入记者会的现场 但是主办单 未能在邀请名单上 找到他的名字 喂 硬厂 找不到名字 硬厉 据致出 这名男子拒绝 透露代表的机构 他不说自己是什么机构 并宣称 参观 visit 会议室 是为游客安排的 盗揽行者一部分 简直不知所谓 一个人 又没有guide 那你自己说 我要参观 是盗揽行者一部分 简直是失心疯 失心疯 经过和主办单位人员一轮短暂僵持之后 这名男子终于选择离开现场 报导没有指明 这个男子是中国人 但报导的主题名言是 中国指派来的男子 这个每日有报导 报导强调 这条记者会使用的9号会议室 远在一般盗揽路线之外 根据规定 在盗揽路线范围以外的地方 参访游客必须有国会人员或议员 应邀出席的国会大下内举行的活动人士 必须指定入口接受警卫询问 和通过安全检查 配戴访客证 除了刘祖迪和龙少达之外 这个记招也由保守党国会议员 下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蔡莉·Bob Zeely去指持 不是笨 Z-S-E-E-L-Y 不是S-I-L-Y Bob Zeely 就是蔡莉主持 基金会的董事长 阿勒福、Mark Clifford 和香港监察香港watch的创办人 Benedict Rogers都语谈 你看看这些英国的重量级人士 都是一起聊天 Bob Zeely就向《每日郵报》表示 派人去到国会非公开活动 企图洞下或纪录出席活动的人士 是彻底不适当的行为 前保守党党魁司智安 Iain Duncan Smith 对事件表示震惊 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作出跟进 而大家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所畏惧 我都知道面对这个情况 没有所畏惧 我很赞赏英国政府能够阻止到这些 这样的特首暴入 起码不会造成任何困扰 但你看到 我们出的来 去做任何的倡议工作 或者做任何的评论 或者做任何的组织 做任何的一些发言 都是共产党会盯上 无论今天各下 在欧洲、英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 澳洲、纽西兰、台湾 或者任何的地方 只有共产党和中领馆 在那个地方 甚至中国的在地协力者 在那个地方 必定会承受风险 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承受风险 停止我们的发言 而不享用我们百分百的言论自由 我们会继续做 我不是中国人 无论中国如何去屈辱我们 我们都不是中国人 我们彻底和中国决裂 如何我们和中国决裂呢 或者我们和中国决裂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大哭包 我只是说 我从来都很少哭 也都基本上 不是很人前人后不哭 即是 和我的拍档結师是很不同 他是大哭包 但是我自己在公开活动里 哭得比比比 这一次呢 就是有一天 我和結师做完北京饭店 今天晚上呢 就是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周年纪念 刘晓波逝世 今天是六周年 当时是2017年 我们就去了中联版外面 就是墨埃献化 哇 墨埃那一刻 哇 悲从中来 那悲就是什么呢 觉得 刘晓波 他是中国 可能是 最后剩下的 一个知识人的希望 都没有了 晓波之后 我想就是 没有任何的 知识人 在中国 可以称之为 一个 independent的 獨立的知识人 有脊梁的知识人 所以 独立两个字 在那个时候 早已黑信在我内心里面 而更加能伤陷在我内心里面 即是 由黑在我的灵魂里面 到伤入我的灵魂里面 是2017年的 刘晓波世世 他的世世 其实基本上 是被共产党整死 而他这样的做法 等于 他对刘晓波 可以这样的做法 正如对他 全世界 任何人 包括香港人 台湾人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说 2019年的情况 不是孤立类子 是共产党本质的 显现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往往不是一个结束 除非我们 结束共产党 结束中国 反中抗共 继续要做下去 而刘晓波 不只是反共的人 还要对于 思想透切的认识 他一句话 是 中国要改革 起码要被殖民地三百年 当时人是牵然大波 八九年的时候 但是呢 回首起来 我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 中国不分裂 中国不瓦解 中国不接受文明的重新洗礼 所谓的 中共、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租泊 这四位一体的 杖光 是不会消灭 三千年来 尽杖光 就是 極权者 国家 中国人 和 这个文化租泊 加起来的一种混帐 来的 这个混帐到至今不灭 从崇尚名利权才识 牺牲真善美性 可以这样说是相当可怕 刘晓波说过 我期待 我将是中国面面不住的文字獄 最后一个受害者 从此以后 不再有人因言莫罪 根据光传媒的报导 今天 7月13日 既是Nayton Law的生日 30岁的生日 也刘晓波洗洗六周年 在纽约时间13日的夜晚 八点钟 在中央公园 将会举行这个灼光悼念活动 我相信大概是距离现在 大概11个小时之后 很感谢周峰鎖先生 也有很多人 很努力 纽约也会 在灼光悼念活动的会上 上映纪录片 《刘晓波在福尔莫萨》 我觉得相当重要 片中纪录 台湾艺术家 郑爱华 应六四学万领袖 吾尔可希的邀请 为刘晓波雕塑了一座纪念碑 他在台湾 无处安置的事件 即是大家不关心 我们关心刘晓波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而刘晓波从来不觉得 以中国人为榮的 刘晓波他会觉得 自由才是重要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国家 甚至不要有一个单一的帝国 单一的共和国 是必须要分裂的 这种想法 你看回刘晓波很多主作 他是彻底的 全盘西化的论述 而这一点 怎样落实 当然是考验大家的功夫 但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 雕气中华文化粗魄 翻查资料 香港过去多年的刘晓波悼念活动 多数是由支联会举办的 包括17年的燭光静默游行 18年的天马公演追思会 20年的线上悼念会等等 2021年社民联系员在香港中联办的门外悼念 但今年2023年香港已经没有公开悼念 刘晓波的活动 可以这么说 香港已经是新香港 过去几年 由刘晓波先生 前友人组成的 这个社交媒体专业 刘晓波助澜会 都会在刘晓波死记当日 发布周年声明 但今年 就并没有发布任何帖文 去年的逝世五周年帖文 就写说 在此刻 在这个看似绝望的当后 我们已经保持信心 不为极权强大的幻影 极权体制反人性的本质 注定了它属于历史错误的一方 我们所能做的 就像晓波一样 坚持反对 致死荒忧 无论于何种方式 而这个晓波助澜会的最后一个题 就叫做 晓波助澜会公布第二批 香港人权绘子手名单的帖文 就在去年的12月 发布的 2022年12月 现居德国的刘晓波妻子留下 就在2018年的7月 获释并抵达德国柏林 过去三年 他也都在会上 在刘晓波死记当日 去到德国河边 或者海边 去抛杀白菊花 白玫瑰 或者菊花 和菊花去悼念 香港今年 当然没有公开悼念活动 而美国时间 在今晚8点 纽约会有燭光悼念晚会 活动由美国不会 中国人权 独立中文不会合法 地点位于 由非牟利人权组织 人道中国 即周封锁 他们 在纽约中央公园捐献 并以刘晓波命名的 是长椅旁边举行的 此外 纽约也会今天上映 刘晓波再福尔摩沙纪录片 这个片子 记录了刘晓波 逝世一年之后 六四学问令 就容易开戏 邀请台湾艺术家 之前过世 然后呢 郑爱华女士 一个人住在海边 然后刘晓波纪念碑 也都没有地方放 他放在他自己 郑爱华的家 也就是说 应该感触最深的 就是那个晚上 由那时开始 纪念碑就一直 储存在 郑爱华家的院子 就是那个Cord 1 直到去年 中国流亡作家 吊役舞 来到他的家 为刘晓波 举行细细五周年 纪念音乐会的时候 看到这个纪念碑 就决定 透过纪念纪录片 刘晓波在福尔摸杀 呼吁各地的华人 为纪念碑 找一个永久安置的地方 说回刘晓波 刘晓波195年 在吉林省出生 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 中文系教授 家中五兄弟之中 他排行第三 14岁那年 他随父母 到内蒙插队下乡 21岁回到长春 在建筑公司任职工人 第二年 考入了吉林大学的中文系 学士毕业之后 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石士班 84年 拿到学位之后 留系任教 两年之后 攻读博士学位 多次到北欧和美国讲学 1987年 他发表了首部著作 《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 而名赞文坛 被誉为文坛黑马 第二年 发表博士论文 《审美与人的自由》 论文答辩会 吸引了数百名学生旁听 刘晓波 顺利通过口试 成为文学博士 并受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港师 88年至89年期间 他应邀到欧美的大学 担任访问学者 当时是中国比较宽松的时刻 去到89年 中共前总书记 胡耀邦去世 全中国大学生 商计居行悼念活动 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 访问的他 随即回国参与学生的运动 除了到广场支持学生 更参与绝食团的宣传、 撰稿、演讲等活动 成为了天安门四君子之一 6月2日 发表了六二截绝食宣言 开始72小薯切食 他和周陀等人 后来被称之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1989年6月6日 中共政府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拘捕了调谱 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 91年获释之后 他以自由赞高人身份 在北京继续写作 投身中国人权活动 因此成为北京当局重点监控的对着 1992年 著作《没日幸存者的独白》 在台湾出版 1995年 起初并发表反腐败建议书 自白界人大三次全会 和吸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主义法治行程 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同年 1995年到96年 他以监视住居的方式 被关押在北京教区 1996年 他继续和王熙哲发表双十宣言 谈论到两岸统一 西藏问题 调与台等等 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 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同一年 他与私人和画家刘霞结婚 刘晓波的文章 关注中国人权 评论时政 使得他成为中国政府的重点监控对象 在民间时间 没有被中国当局软禁 不能出外 主张实行分权制衡 实现司法独立 结社集会等自由 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 在民主宪政架构下 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 发表前迹 他因为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 09年被正式逮捕 同年12月被判处有期托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判书指控他在境外网站 例如BBC等发布煽动文章 判刑前迹他写下了 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文中写道说 我期待 我将是中国面面不主的文字獄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从此之后 不再有人因言莫罪 当然这个愿望 当然是没有实现到 至少是至今未实现到 入狱之后 他的妻子留下一直活在软禁状态之中 去到2010年 即一年之后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是以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 为理由向刘晓波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 并指出 纵然身陷刑罚 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 中国人权奋的标志和封碑 获奖之后 中国外交部表示 刘晓波是触犯中国法律而被判刑的罪犯 其所作所为和诺贝尔和平奖终止背刀而辞 就开始搞战狼了 刘晓波就是无法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 中国当局也不准他的亲属代为领奖 最终委员会在台上安排了一张空凳 宣布以空凳代表被监禁的刘晓波 全场当时嘉宾包括 和某位国王和皇后起立鼓掌一分钟 他是第三位在服刑或拒禁期间获得和平奖的人 更加是史上唯一一位 由获奖至辞世 都未能恢复人身自由的得主 被关押在育中八年之后 刘晓波的身体健康持续膜化 被确诊离患肝癌 获准保外就医 其实当时已经是末期了 去到2017年7月13日 刘晓波在沈阳市 中国医学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因多重器官功能衰竭洗势 中年61岁 我到现在都伤心感动 我觉得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做很多事情 从此之后 我不是中国人 不止来生不做中国人 今生都可以不做 也都已经不做中国人 这个是对中国完全断裂的一个突破点 而且是不可逆转 所以这一点 看得到 不是我们中共的仓良的死心 而是对于中共、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租迫的 その这种方良和怪诞 无情无义、无耻的一种恐 Qui 你愛你的秦皇漢武 你愛你的山川河河、黃河長江 你甚至還沒到過 到過幾秒鐘、幾分鐘、幾日 然後說我愛黃河、我愛長江的中華教那些 滾 你就回去 Why here? Why are you in Canada? Go back to your Yellow River 是嗎?你愛你的元祖嗎? Go back 你既然做加拿大人、做美國人 你喜歡那個國家 你喜歡中國的滾回去 劉曉波就是他自己對於這個中國 先遵和平的建言 最後都是因言莫罪 最後這樣被人屈死 而沒有一個民間社會的人 除了極少數之外 為他鼓語呼、為他講話 十四億人 基本上除了少數人之外 是盡奴才 這個國家不是我們的國家 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同胞 他們是地獄裏面的魔鬼 地獄裏面的奴才 地獄裏面的一些飯鏟頭 Get out And don't come here OK 所以我們跟中國真是完全割裂 也都我們看得到 我們不配 也都不配 他們不配 跟我們為吳 我們都不想跟他們為吳 OK 這個不代表我們仇恨中國人 覺得 There are different species 他們不同的物種 我們可以有什麼的答案呢 你說我這個說法不對 你自己看一看 Mark 戴正眼看一看 不是有些所謂的 中國民國派說到的話 是中國人是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 他正是受盡幾十年來 共產黨的煎熬 想推翻共產黨的粗略 他們只是說 你只要塞粒糖給他吃 他自然就扣頭 還要做戰狼 塞多粒糖的話 他打我殺我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中國 OK Forget about this country 我不想說粗口 Forget about this country OK 下一次做到其他議題